你都到那邊知道不知道展覽什麼 對 就是誹謗啊 光小飛一定要來台灣 他一定會來台灣 就算他不為了他的家裡的事情 他的事業 是他本來去年9月就應該要來處理的事情 法律追逐期的情況下 我要先到北京去做一個正當的法律 應該說刑事訴訟的一個程序 那這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律師裡都一直都要好了 過去的律師都一直都要好了 只是說就是律師在跟我討論說 應該要怎麼做啊 民事啊 刑事這些東西 那些小複雜 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都已經告了 那台灣目前可能是因為傳票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送答 這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目前還沒有開情結論 你都到那邊知道告展覽什麼 對 就是誹謗啊 就是誹謗啊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收錢的事情嘛 其實我告不到汪曉飛的 汪曉飛不告我就要偷笑了 但是說汪曉飛來講的話 跟我時間本來是講好的承諾 但是他沒有遵守 他從8月的時候我就收到傳票 沒有遵守以外 還有後期就是他媽媽在上面 做一些捏造一些事實的東西 我也實時的向他反應過了 他都是以毒不回 我微信真的沒有看到有以毒啦 但是他後面有叫我消消器 那表示他前面的東西已經以毒了 但他回應真的非常非常的融通 並沒有做一個直球上面的一個磁血 那他是一而再三這個樣子 對我的解釋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流浪也要 那指控別人的捏造你也要 那我覺得是太過於過分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那其實我們今天也沒有什麼好聊的 所以到現在我跟他已經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我拉黑 因為再也都沒有訊息來 我也沒再訊息給他 最後一期傳訊息就是 最後一期傳訊息就是 他說要來台灣那一次 說要來找小艾瑟那一次 對 後來他最後跟我講說 就是叫我消消器 就我也跟大家講了 就那一次以後就沒有了 我相信他也不會再找我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 他給我說的東西 我都會給你看 好就很簡單嘛 沒有什麼不能看的 這私訊有什麼不能看的 我沒有跟你私家做任何操作 更沒有收你的錢 好更沒收你的錢 就這樣 我最快的話應該是二月中旬 或二月底就會過去了 但你們這樣想出來的話是 你們是希望能不能賭我就對了 對啊 我是希望地道過去 因為我本來是要等到 就是 用兌換人民幣那些東西 但沒想到說 我的前公司 就是我老闆桌位 前兩天給我一通電話說 他願意幫我支出所有的費用 希望我到北京一趟 對 那不是找工作 那不是找工作 是當然有一些合約上的一些 需要去簽的 還有加上就是告 告人這一塊 因為畢竟 那邊的狗仔也受到欺負 光小飛一定要來台灣 他一定會來台灣 那因為就是 我就講了嘛 就算他不為了他的家裡的事情 他的事業 是他本來去年九月 就應該要來處理的事情 就是尊愛怎麼會分手 你跟真愛的點在哪裡 真愛的點在哪裡 他的犧牲有多少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沒有在跟大家公開 但是就這一點 我們就很了解了 其實他們從頭到尾沒講 分手這兩個字 沒有 沒有講分手這兩個字喔 就是小飛一直找我吃飯 說北京 我到北京的話 我一定會跟他講 我不管怎麼樣 我會指揮他說我到北京了 對啊 你既然沒辦法來台灣說 其實只要找吃飯嘛 那我到北京 要不要一起吃飯 我就OK啊 其實過去我已經見過很多的經紀人 我們派出很多大料 把經紀人私下找我去他的家 社群也有 我都是沒跟大家分享 那只是說 這個東西 我沒有必要去公布給大家 那 其實我們就保護好自己就好了